以鱼之名探索发现 大家好 我是荒野熊熙 我的寻找去黑之路还在继续 由于今年天气异常 温度始终没有上升 加上连雨天 导致黑鱼咬熏期延后变得很难掉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水库 上一回是半个月前 并没有掉到太大的黑鱼 但是这个水库 听说是有20斤架的黑鱼 米级以上也很常见 这次计划 我用三天时间来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碰到传说中的距离 现在的鱼 它还是在这个茄子水 都在这个草里 但是草里 我们很难把维莲蛙打到水面上 所以很难掉 只能找这些草垢 今年的气温低 水面的绿角秧并没有完全长起 有些鱼会在岸边潜水区的 芦苇草中 赶上天气好 在一天当中的午后 会是好的开口时机 而且也容易出大鱼 今天尝试着在上午寻找鱼口 只是轻微地给了两口 并没有注目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 才连续注目 各地很均匀 但和我们要找的巨物相差甚远 还好 在芦苇草中回鱼 真有掉巨物的感觉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